面对凯弗拉的强力压制悟空不得不透支力量开启二十倍界王拳 见此凯弗拉更加兴奋他要的就是极限战斗 两发强力光波再次轰出 悟空挟红蓝大腹排除万难凶猛之冲 狠狠一拳将凯弗拉连轰数目 感受着手上剧烈的苏玛感凯弗拉越加兴奋 这一击结结实实打在了凯弗拉要害 可没想到他依然顽强起身 此时悟空的体力已经见底必须快点奋出胜负 见凯弗拉再次聚能打出两发光波 他将最后的能量全部释放拒出超强龟派气功 决定一击将对方完全击溃 可谁想这招进完全打空 这致命一击直接令悟空恢复原态倒地不起 凯弗拉虽有点遗憾 但这毕竟是比赛不能留守 而正当他准备把悟空扔下去 时悟空却又动了 他惊讶之余又有点开心 只见悟空颤颤悠悠起身 黑着脸口中坚定说我还没输 这正和凯弗拉的E6发超强光波再次甩出 就在这时悟空的外挂终于到账了 这简直惊呆了凯弗拉和看台上的众神 凯弗拉不敢相信确定这绝对是巧合 又据出强力光波这击绝对要把悟空打倒 而悟空则始终紧闭双眼 身体左右摇摆一个慢动作 不动声色就将所有光波堵 这个样子的悟空在对战吉连时 大家都见过一次 直立的头发 银色的双瞳 正是连众神都难以到达的地步 面对无法之心的凯弗拉 悟空轻松跳上石柱 感觉浑身越来越热 他不由的一声大吼疯狂提升能量 而凯弗拉很快就从惊讶中反应过来 兴奋的他也同样跳上石柱与悟空相对而已 塞亚人欲强则强的基因令他也突破极限 浑身闪电疯狂迸发指引的天崩地裂 就这样悟空和凯弗拉的契护不相让都快速提手 强大的波动力正在对决的各选手都停下了动作 凯弗拉手中汇聚强大雷暴 然后再合成一个大旋风 这里面蕴含的恐怖能量 他自信能轻易毁灭宇宙 而此时悟空也慢慢停止了提升 感受着自身实力 他确信能轻易打败对手 好 大旋风吹吹动 大旋风吹动